澳洲相信很多人不陌生 是打工游学相当热门的一个地点 而且到了当地会被这个碧海蓝天给吸引 但是没有想到在当地知名的大宝礁 也遭受到生态的威胁 就来看到今天的新闻标题写着 Great Barrier Reef suffering unprecedented damage Great Barrier Reef suffering unprecedented damage 先来看到这个地方 Great Barrier Reef讲的就是大宝礁的意思 在澳洲当地一个相当知名的生态的景点 很多人会到这边来潜水以及观赏 但是因为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现在出现了珊瑚白化的一个状况 而且90%的珊瑚都出现类似的危机 就提到Coral Bleaching 这个Coral讲的就是珊瑚的意思 所以珊瑚礁你可以说Coral Reef 那Bleach大家可以看一下家里那个洗衣机上面 可能摆了这个东西 讲的是漂白季的意思 所以Bleaching讲的就是这个珊瑚白化的现象 那就提到这个字了 unprecedented unprecedented是一个形容词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想说是什么跟总统有什么关系吗? 没有是听错了 un讲的是一个否定的字首 那precedented在这边指的是有一个潜力或在先前的意思 所以unprecedented就是先前从来没有过的 翻译成史无前例的或者是前所未有的 可以接个好事或者是坏事 比方说史无前例的危机 很多时候媒体在吓人就提到unprecedented crisis unprecedented crisis 史无前例的危机 或者是例句讲个好的 比方说 the company has enjoyed unprecedented success this year the company has enjoyed unprecedented success this year 就说今年以来呢 这家公司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胜利 表示表现非常非常的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开始是选文 see you next time